您快看,那里就是许仙和白娘子相遇的杭州西湖断桥 问题来了,明明他没有断,为什么要叫断桥呢? 很多杭州本地的人可能都不知道 其实他叫断桥有三个原因 第一,跟白蛇传的故事有关 相传白娘子和许仙在这座桥上相遇,伞借给了许仙 从此就承受了两人流传千古的爱情 可是彼此相爱的两个人却也是在这座桥上被不懂爱的法海强行分开的 断桥不断,肝肠断 所以很多人为了纪念他们这段断桥的爱情就用了断桥来命名 第二个叫断桥的原因是因为在冬季的时候 天降瑞雪,桥上桥下全部是矮白雪给覆盖了 而太阳一出来,桥顶上面的积雪先融化了 露出一些黑色的地面,从远处看中间黑,两头白 就好像桥从中间断开了一样 所以给它起名字为断桥 这断桥残雪也是著名的西湖实境之一 第三,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西湖旁边住着一户姓段的夫妻 二人淳朴善良,以卖酒为生 有一天他们搭救了一个穿着破衣烂身的老人 没想到老人居然还是一位神仙 在老人临走之时,为了报答这户人家 送给断家夫妻一个酿酒的仙丹 从此断家酿出的酒那是远近闻名 断家也因此有了钱 但是断家夫妻知道这都是那仙丹的功劳 为了报答老神仙 断家就在这个地方西湖边上修建了一座桥 当时人们把这座桥叫做断家桥 断和断是谐音 逐渐的断家桥就变成了断桥 这三种来历 您觉得哪一种更加靠谱呢 把它打在评论区 关注木子下个视频 半年走进打虎英雄武松木